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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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 然后有个女生说想要知道我在香港的刘海发型是怎么弄的 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很爱梳头发的人 所以今天就教教大家该怎么搞自己的头发吧 我的话是剪了一个这样子的眉上刘海 那我是不care自己的脸型跟发型有没有很match 我是一个就是喜欢什么头发就去弄什么头发 是我最近在吃的药 一个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葡萄籽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 Fanko的这个 吃葡萄籽有点影响 有点影响就是会长痘 但是我觉得整个人感觉状态好了很多 就是睡眠质量好了很多 一个呢是这个 这个是在这个半干的时候用的 然后其实我觉得它那个粉红色的款更好用 但是我无奈这边还有大半瓶没有用完 所以一直没有买粉红色那一款 这是一个头发增长液 然后涂在这个头皮上的 然后头皮会特别特别的凉 然后我就很喜欢薄荷的东西 所以我会买它的原味 它还有个柠檬味的 大家看这个牌子 在香港沙沙里都有的 然后它是一个日本牌子 就我也念不出来 然后这个牌子它就是制造空气感发型的 我们日常的时候头发不是吹成这样吗 然后我的刘海是直的 它是这种 就是不是感觉很硬的质地 它是很柔软的一个质地 但它素干很快 搓开 先不要抓刘海 刘海容易有 先抓后面 就是这样往后 这样往后扯 往后扯 这样往后扯 然后让你就是长上了这一点 垂下来的那一刻 这边有一个这样的弧度 就有这样子的弧度 在你刘海上这样弄一点 弄一点完了以后就这样 像抓男生的刘海一样 这样把它抓得蓬松 然后有一点点缝隙 让它有一种勾啃刘海的感觉 定好 如果是我的话 我是会 这边会勾一个耳朵 因为我觉得 这样 这样的头发稍微显得好看 我是刚刚开起来 就不要太热的时候 我平时会 闻这个胶味 就捐你的刘海 一做一做捐 不用着急 卷了以后 好亮啊 拿一点余量 这样 就要随便抓 把它抓得一缕一缕的 然后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直接 拿发拉把它弄乱 弄乱就好 我就很喜欢这种头发 这个并发是这样子 有点像拉出来 然后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你这时候 戴两个耳环上去 就很好看 你遮脸的话 你就往下拉 然后你记得啊 就是你最两边的这个头发 你就往外点 这就是另外一款发型 有一个眩的这种 也很好看 这里啊 记得把它拉开 好 然后 这个地方 一定一个夹地在 这个空中啊 手一定要在空中 然后把它藏进去 然后你这个头发 把高度拉出来 对的 然后这里面 有一点复古感 看秀的那个头发 就是很多人有好评的 很大偏分 你一定要够偏 然后你一定要把 后面的头发往前 往前以后 然后再给它 往这边来 一定要注重 要留几个 有点像超模走秀的 那种头发 一定要把你的刘海 藏在里面啊 先找一个夹子 以这样的这种 给它固定 好 比如说这一粒 给它取出来 是不是就好看 然后再 这一粒给它取出来 就是要不经意的 把你的旁边的几根 有几根头发啊 你看 比如说这里面的 这几根 都给它取出来 从最前面这一根 好 这样子 后面的头发一定要抓乱 有一种就是 就是比较 随意的感觉 最后一款呢 就是说 说出很复古的病发 怎么办呢 旋出一大解 对 就主要是两边多一点啊 然后 夹发很热 就是说一定要大力 这样 先卷旁边的 最根部出发 特别是发尾也不能 不大力 一定要大力到尾巴尾 看到没有 就很好看了 你就可以把它捋到旁边 就有点像你自己的 一定要把它卷的 足够卷 然后放在你的头发旁边 把它弄成毛茸茸的样子 如果你是金发就更好看了 如果你是金发的话就会更好看 就是这样的感觉 这样的感觉